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有媒体公布出,三月电影口碑排行在网络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。 而说到这,想必不少吃瓜群众都会想到,哥斯拉大战金刚这部片子。 虽说此前的宣传并没有铺到网络的每个角落,但架不住金刚和哥斯拉两大怪兽的名气太大。 电影上映期间,还是有很多网友,慕名走进电影院的。 到底是特效大片?两大怪兽,惊天动地的激战,被拍得十分到位。 视觉突出,配乐强劲,不过不可否认的是,该片主线剧情,过于简单粗暴。 有些人物之间的戏份,多少都有种硬塞进去的感觉。 甚至是有些啰嗦,好在整体上还算是,一部不错的爆米花电影,值得走进影院一看。 不过榜单中,这部爆米花电影,居然能够排在第一。 着实是另吃瓜群众,有些惊讶了,大众5.8,专业5.5的评分,都能占据榜首。 不难想象此份榜单中,能够上榜的电影,都是什么质量了。 而事实上,在这个青黄不接的,三月份本就没有多少,新电影可供参考。 紧随哥斯拉大战金刚的,就是《寻龙传说》了,在榜单中评选方式,这样评价这部电影的,为迪士尼增加了一位新公主拉雅。 故事以金羊毛,神话原形叙事展开,虽然笑点泪点兼备,却无甚心意。 不过豆瓣网友,却有些不同的看法,据了解,目前该片在豆瓣,有7.2的评分,算不上很高,但也不至于很低,最起码比起,哥斯拉大战金刚,是要高上0.5分的。 短评中有不少网友,觉得该片无论是利益,剧本,特效都是中上水准,当然或多或少的,都会带上一点,迪士尼公主常见的套路。 整体来说,应该是比,哥斯拉大战金刚,强上一点的,只不过该榜单毕竟不是,看豆瓣评分评选的,每家都有每家的特点,就像此份榜单中,出现的,日不落酒店一样,豆瓣2.8,猫眼3.3,这样一部评分的电影,竟然能够出现,在此份榜单中,第三的位置。 也不知道,这家媒体是怎么想的。当然,就算是三月份,没什么片子可以评选,那抱着宁缺无烂的,心态不行吗? 而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部电影,没有上映之前,任谁都不会觉得,它会有这么低的评分啊。 毕竟打着开心麻花,和沈腾特别出演的瘸头,片子还是挺让人期待的。 结果走进,影院一看,剧极烂,质量差,就算了,所谓的沈腾特别出演,也不过是一个人行李牌,连句台词都没有,这样的情况,你标个特别出演,也就算了,为什么还敢拿沈腾做宣传穴头啊? 如今电影因糟糕的质量,和虚假的宣传,被网友们痛骂。连带着沈腾,也难辞其咎,毕竟这是沈腾,肯定是默认的,甚至是许可的。 而随着一边倒的网络口碑,一起来的自然是,糟糕的票房层紧,毫不客气地讲,这部片子可以说是,2021年的,头号烂片,甚至机身,中国影史十大烂片之王,都不是没可能,希望沈腾以后,能爱惜下自己的羽毛吧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